What's up YouTube 欢迎回到Easy的频道 那这期视频呢 你们又看见小周板了 因为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双鞋 就是这一双AJ5的Bluebird 那最近呢 AJ5发售的非常多 包括之前的AJ5 Shattered Backboard 那这双Bluebird 以及之前的这个AJ5 Oreo配色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多少喜欢AJ5这个鞋型呢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鞋型非常非常的好看 尤其适合男生来穿搭 因为整个鞋身呢给你一种非常霸气的感觉 那这次的Bluebird呢是一个woman only 那好多人脚非常大可能就会非常发愁了 因为这双鞋并没有特别大码的这些size 那这双鞋拿到实物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Icy 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冰冻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蓝色加上旁边的银色一种搭配 那这一次上面的蓝色呢 采用了类似于北卡兰的一个配色 虽然有一些诡异啊 但是我觉得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在旁边的透气网格 鞋带 旁边的塑料鞋带扣 以及整个鞋身上面的脊皮 都采用了非常非常相近的颜色 给你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但是鞋底呢看起来就相对突兀了很多 尤其是这个银色 这个金属质感跟上面的脊皮啊 真的是有点冲突的感觉 那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多少喜欢这个蓝色加银色这种撞色 喜欢这个银色元素的朋友请在评论区扣译 那这双鞋的鞋底呢唯一一个透明的水晶底 这也是AJ5经常采用的那种元素 前后脚掌呢都是这种类似于鞋身一样那种冰蓝的感觉 尤其你看在我这个灯光的照射下 这个蓝色真的是非常的亮 非常的好看 同时呢正常来讲 后边的这个Jampman logo 经常会采用这种黑色呀白色呀红色 这种经典配色 那这一次呢也是把颜色跟旁边的鞋身做了一些妥协 也是用了一个比较相近的元素 那这一次的鞋舌呢也是采用了3M反光材质 但这一次的反光非常非常的谎眼 同时呢在鞋舌中间这个透气格栅下面 包括鞋身侧面透气格栅下面 也是3M反光的材质 它与此带来的弊端呢 可能就是这个球鞋没有那么的透气了 因为3M反光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光滑的平面 它是不透气的 但是呢它带来的效果就是强光打上去真的是帅诈 所以有的时候颜值啊跟舒适性真的是要二折悬一的 那这里呢顺便提一句啊 好多人觉得这个AJ5的这个鞋带扣非常烦 首先呢这个鞋带扣是为了方便性设计的 因为你一旦想收紧鞋带 你只需要按住这个鞋带扣往下一拉就可以了 另外呢还有用作法就是你把鞋带扣先给它卸掉 然后通过鞋身侧面这四个鞋带孔呢 把鞋带做这种多层的交叉 然后留一个鞋带孔旁边做一个垂坠效果 再把这个鞋带扣放在鞋身的侧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那之后呢也会出一期详细的鞋带绑法的攻略 那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效果 好我把鞋带扣呢已经放在了这个位置 然后鞋带呢做了一个垂坠 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这双鞋在户外的光线下 上脚到底好不好看帅不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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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上脚以后呢 我觉得这双鞋的颜值真的是没毛病啊 我真的是太喜欢类似于这种北卡兰的配色了 所以这双鞋我对它的颜值真的是喜爱有加 所以这双鞋的颜值呢 我应该会给一个8分到9分的评分 舒适性呢 aj5整体还是说有一种偏硬的脚感 虽然鞋面还是相对包裹性比较舒服的 但是由于这双鞋3M反光材质用在了这个透气格栅的部位 我相信它的透气性会非常的差 那综合的舒适性评分呢 我可能只会给一个6分 然后再来说球鞋的保养呢 这双鞋一个通体脊皮的材质 保养起来呢 应该是相对的困难 因为脊皮确实不太容易处理 但是啊 由于aj5这一个鞋型 它相对还是非常的durable 还是非常耐操的一双球鞋 那这个保养性呢 我可能会给一个7分左右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双鞋的投资性 我觉得投资起来 由于是北卡兰相近的颜色 而且是这种重口味的配色 就是整个鞋面都采用同一种配色 所以长期来讲呢 我是很看好这双球鞋的 但是短期呢 由于aj5的热度并没有像aj1 aj4那么高 所以短期来讲 我认为这双鞋的投资性确实不是很高 综合评价呢 我可能会给这双鞋的投资价值评一个4分到5分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easy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 准发 家乐园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